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都见过犯了罪杀了人之后 极尽全力隐瞒犯罪事实的事 可是有谁听过争着抢着来当杀人犯的吗 这一天呢,我呢,听着手机里边的音乐 是当时特别火的一个歌啊 各位可能也听过 老子明天不丧板,爽反巴斯地板 老子明天不丧板,想砸篮我就砸篮 是吧,反正大致是这样啊 我也不会唱 就听着这个音乐节奏 我呢就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 有趣的四川话的歌词 也让在成都生活了好多年的我倍感亲切 更重要的是这首歌 简直唱出了我们每一个职场人的心声啊 这一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虽然昨天晚上半夜 百里奔袭出了一个超级远的现场 几乎一宿没睡 赶回来尸检做到早上七点多才结束 但是想想之前 替同事值过几次班 然后这个假期就不用再值班了 能去好好睡一觉 好好休息休息 不用再守着电话机被召唤的感觉 还是让我开心不已 这时候 这铃声可就又响起来了 刚刚一起做完尸检的孙法医的手机响起来的 他呀向我亮了一下屏幕 我看到主任两个字赶紧暂停了音乐 不过人还是沉浸在爽翻的那种幸福感之中 啊对是我 我们俩刚做完昨晚半夜那个尸检 对对对是妻子杀了丈夫之后又焚尸 好没问题 头上的伤势致命伤用的是类似奶头锤的工具 好的好的各种东西都提了 主任您就放心吧 我听着孙法医的回答 就知道是主任在问昨晚案件的情况 这案子尸检并不难 等找到师员就能破案了 啊什么 又一个现场啊 我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去 孙法医接下来的回答 简直是兜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啊 我不愿意相信的看着孙法医 只见孙法医脸色凝重的放下了电话 转过来对我说 你的flag又倒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孙法医之后 一脸不屑的说 哼 千万别憋出一脸褶子来啊 对呀 看来啊还真是瞒不住你啊 孙法医话音刚落 手机又响了起来 他一仰手 发现又是主任打来的 喂 主任 怎么了 哦 哦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通知单 然后马上出发 现场见 孙法医挂了电话 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张比哭还难看的脸 这回啊 是真的有现场了 这真是有如晴天霹雳 因为每天的交班时间是早上八点半 现在连八点都还没到呢 这个时间的案子就还要算是我和孙法医的 不开心归不开心 工作总是要完成的 再说了 年轻人嘛 就是要多干活才能多长见识啊 我有时候啊 都挺佩服自己的自我安慰能力的 跟孙法医开车一个小时 来到现场 停好车之后 我到后备箱里 拎出来一个勘察箱 上一个现场 把我身上勘察北厅里的战略储备 消耗的差不多了 只能来拎这个死尘死尘的箱子了 现场啊 在一条小公路旁边的绿化带里 小公路看起来像是最近才刚刚修好的 路边的小树苗呢 都是刚栽进去的 现场已经被拉好了警戒带 不过为了不影响公路通行 拉的范围有点小 加上有一些围观群众挡在眼前 根本看不清里面什么样 我低头钻过隔离带 最先看到的是一辆白色的SUV 车边上啊 躺着一个男性的尸体 主任和孙法医 正在对着尸体和汽车 指指点点的说着什么 我抬脚就向他们走了过去 哎 小心脚底下 刚走到小树苗边上 就听见有人对我大喊了一声 我低头一看 发现刚才啊 光顾着尸体了 根本没注意到 我要前进的方向上 有一滩车灯碎片 我不好意思的 冲着提醒我的同事笑了笑 绕过碎片走了过去 路边小树苗旁的草丛里 有明显的两条车折印 车折印里的草都已经倒伏了 在一棵小树旁边 放了一个物证盘 牌子标记出来了一小摊血迹 沿着车折印 往前是一小块沙土地 汽车和尸体就都摆放在这一小片沙土地上 地上脚印 轮胎花纹印 特别凌乱 车头冲着一片已经歪斜了的灌木丛 灌木丛的旁边又出现了车折印 这次车折印一直延伸到了围墙边上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主任和孙法医并没有在看尸体 反而是在研究那辆SUV的车轮 更确切地说是左侧后车轮上方的一块挡板 主任一边比划着方向 一边对孙法医说 你看这里有一块血迹 明显成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擦拭状 而且这个方向是从后往前擦的 我疑惑不解地问主任 主任 研究血迹这事 更应该是痕迹勘察他们来做吧 你们怎么开始研究这个了 主任对着我说 这么多年一起干活 也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了 有机会就用一用呗 又没规定法医不能干这个 而且啊 这次这个案子就是要看这些细节了 因为出现了两个人 都说是自己开车撞死人的 哟 这还真是头一回 见着争着抢着做嫌疑人的呢 我放下箱子开始给他们准备装备和工具 是啊 这俩嫌疑人加上被害人 要是仨是一家的 一个爹 两个儿子 死的是小儿子 现在他爹和他大哥 都说当时是自己在开车 主任呢 把了解到的情况 向我和孙法医介绍了一下 这一家子因为拆迁得到不少补偿 这车就是当爹的新买的 钱和房子什么的也有不少 兄弟俩就因为这个财产分配 闹了不少矛盾 这当爹的不但不拦着 反而也加入进来一起吵 昨天晚上这仨人又是吵了一宿 凌晨四点的时候 小儿子趁着另外两个人不注意 带着房产证就跑了出来 在这之后 两个人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大儿子说呀 自己先发现弟弟跑了 出来开车就追 追上之后就让弟弟先别走 上车好商量 没想到弟弟根本不听 他就恼羞成怒 一脚油门想加速超过去 别住弟弟 没想到却撞到了弟弟身上 把弟弟撞到之后一激动 直接冲进了灌木丛 倒车出来的时候 感觉后轮压到了什么 停车之后发现把自己的弟弟压在了车轮下边 又赶紧上车 把车挪了下来 之后一个多小时 爹才追了过来 看到已经这样了 而当爹的说呢 是他自己先发现的 开车出来追 追上之后就开车跟着他 一路跟着 一路还在吵 后来这个爹就想开车把小儿子拦住 没想到 没控制好速度 就冲着小儿子撞了过去 这一冲不要紧的 一激动把油门当刹车 整个车就直接冲过了灌木丛 撞到了围墙上才停下来 这个爹想把车从灌木丛里倒出来 才好下车呀 没想到倒车的时候 感觉到后轮压到了什么 赶紧停车下来看 结果发现 把小儿子压到车轮底下了 当时就晕了过去 再醒过来 发现大儿子也来了 而车已经从小儿子身上挪了下来 大儿子告诉他 自己跑了一个多小时 才追上他们 结果看到现场是这样 赶紧把车挪开 但是小儿子已经死了 这俩人呢 说的其实挺像的 不过都说自己 才是当时开车的人 主任最后啊 总结了一下 这俩人呢 肯定只有一个说的是实话 我们光这么听 肯定不行 看看尸体再说吧 哎 主任 检查一下方向盘上的指纹 或者DNA 不就知道是谁开的车了吗 我呀 不禁想为自己的机制点个赞 孙法医这时候对我说 不行的 你想啊 车平时经常是当爹的在开 所以无论是按照两个人 谁说的为准 这车上都能出现两个人的信息 另外 这车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家的 所以这车上 出现他们撒谁的指纹或者DNA 也是挺正常的事 这根本没法去判断 那有没有视频监控啊 我见自己似乎提了一个蠢问题 赶紧又机智的想到了一个 孙法医白了我一眼 想的真美啊 这条路啊 本来就偏僻 而且又是刚修好 还没来得及装呢 而且那时候是凌晨四点多 这条路上什么人也没有 所以呢 这案子既没有视频资料 也没有目击证人 看来希望都在尸体身上了 听孙法医这么一说 我反倒感觉有一点点兴奋 终于又轮到全靠法医来找出事情的真相了 勘察完现场 把尸体拉回了解剖室 我和孙法医做尸检 主任在一边指导和记录 主任带着比较肯定的语气 对我和孙法医说 我觉得这个案子和以往不同 关键在于尸体表面 而不是内部 体表啊 做的认真一点 细一点 我跟孙法医领了命开始干活 经过尸表检查发现 死者头面部呈淤血帽 双侧剪结膜冲血 有大量的出血点 左侧额头部位啊 有一个竖折竖的那么一个伤痕 做完尸表 我并不以为然 好像也就是伤多了一点嘛 两个人都提到了车撞人 车压人 伤多一点 还不是很正常啊 主任听了我的疑惑 指着尸体的左小腿 左臀部和左肩膀的挫伤 对我说 你还是得多多学习啊 你先看看这儿 这儿 还有那儿 还有这头上的错裂疮 这几个伤 有没有让你想起点什么呀 碰撞三连伤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上学时 一个印象还比较深的知识点 碰撞三连伤是在车具有一定速度的时候 与人相撞 车辆的前保险杠先撞击到腿部 因为腿部受撞击的位置 在人的重心之下 加上车辆带来的前进速度 人体会发生翻腾 上半身向着车身倾倒 下半身则上扬 整个人呈现一个被撞飞起来的样子 之后人体下落到发动机盖上 可以形成第二次的撞击伤 由于车辆有向前行驶的速度 而人体有向后运动的惯性 会导致人体在发动机盖上 发生相对车向后的滑动 导致头部肩部撞击到前挡风玻璃 形成第三次损伤 人在路边走 车从左侧转过来 所以这个人左侧腿部 臀部肩膀和头顶的这些伤 应该就是碰撞三连伤了 当年学的理论 今天终于见到一粒活的 主任听我说完倒挺高兴 不错 这应该是碰撞三连伤 这说明这两个人 关于车有一个加速 然后撞击到人的描述 应该都还是可信的 但是这还是区分不了 谁说的是真的呀 虽然我回答出来了碰撞三连伤 但是并没看出来 对于区分两个人 孰真孰假的作用来 主任指着胸前的挫伤带说 最关键的就在这里 仔细看看 看看这些挫伤有什么特点 似乎有一点规律性 每个挫伤的边缘 还带着小毛刺一样的小皮绊 我低下头 仔仔细细的看了看这一片 有轮胎花纹的挫伤 不错 继续看看 还有什么特点 我又细细的研究了一下 好像 好像他们都在一个方向上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这种特点 可以只是造成挫伤的力的方向 在类似的擦伤 或者挫伤中的表皮剥脱 皮绊是向着外力作用的方向的 嗯 那么 你的结论是 这个 呃 这个 左肩至右侧腋下的力来源方向 是从肩膀向着腋下 而左肩膀至右上臂的方向 则是从右臂手臂向着左肩膀的 哎 不对啊 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呀 一个是斜着从左上到右下 一个是从右到左 嗯 这就是我说的关键所在 你们再好好的看看 好好想想吧 孙法医啊 这时候抢在我前面 回答了主任的提问 我明白了 根据生活反应 这两个不同方向的伤 都是生前形成的 除了方向不同之外 没有别的明显区别了 嗯 我顺着孙法医的话 回想了一下在现场的时候 主任介绍的案情 我自言自语的说 大儿子说他撞了弟弟 之后倒车压到了弟弟 然后又马上挪开了车 当爹的说的是 他开车撞到了小儿子 之后倒车压到了弟弟 自己就晕过去了 大儿子是一个多小时之后 才赶到的 所以 是那个爹在说谎 我觉得 当时我的脑袋里 肯定有个灯泡亮了 这两条错伤带 分别是第一次倒车压倒人 和第二次挪车的时候形成的 但是因为都表现为生前伤 就说明这两次车辆的移动间隔比较短 如果按照那个爹说的 大儿子一个小时之后才赶来挪车 那两条错伤带就要有明显的区别了 一条显示为生前损伤 而另一条显示为死后损伤 说完这段话 顿时感觉解剖式的气氛一阵轻松 毕竟已经把这个案件中很关键的问题解决了 主任今天呢 似乎得了提问病 那这两条错伤带形成的先后顺序呢 孙法医啊 回答了主任的问题 斜着从左上到右下这个 是先形成的 从右手臂到左肩这个 是第二次形成的 因为我想起来车轮上面 那块挡板上的擦拭状血迹了 根据刚才说的 死者先发生了碰撞三连伤 他从车上掉下去的时候 应该是头向后而脚向前的 这个碰撞三连伤 虽然造成的伤不少 但是并不一定造成死亡 这时候车倒回来 是相当于从他的右侧向左侧 压到了他的身上 车轮对于人体的作用力 与车轮旋转的方向是反过来的 也就是作用力的方向 是从左上到右下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那块车左侧的挡板上 形成了那个 从后到前的擦拭状血迹 在之后挪车的时候 又是向前开了 这时候已经压到了死者的身上 所以向前开的话 力的方向就是从右侧往左侧 符合那些皮绊的表现 那要是从车上掉下来的时候 是头向前脚向后的呢 我呀反映了一下孙法医的说法 孙法医非常自信 你说的这种可能当然存在 但在本案之中肯定不是 因为你看 这条斜形的挫伤带 是仅仅在锁骨下面的 你想想看 要是反过来 第一次从左肩膀压到了右肩膀 虽然皮绊的方向是符合的 但是第二次还要沿着斜形的那条开下去 可是现在车轮在右手臂这 怎么能跑到左肩膀那里 然后再从腋下出去呢 假如原路开回去 再转换方向斜形的话 就会破坏皮绊形态了 其实啊 我说的这么绕 关键就在于这两条挫伤带的交界位置 是在左侧肩膀 这里一定是两次车轮移动的起指点 哦 我本来啊 反应就比较慢 加上昨晚一晚都没睡 有点被绕晕了 扶着解剖台 好好想了一会儿 这才明白 接下来的解剖啊 就没有发现非常特别的地方了 都是预料之中的一些损伤 左侧枕部 有大面积的头皮下出现 左侧的第二三四五六股骨折 其中第三四五六股 有两处骨折 右侧的第三四五六股骨骨折 其中第三根第五根肋骨 向内弯曲凹陷 双侧的胸腔内 各有约两百毫升的机械 双侧的肺根部有撕裂 心脏破裂 我们向负责审讯的同事 汇报了尸检的结果 很快就传来了死者父亲 承认自己在说谎的消息 原因很简单 当他赶到现场 发现自己的大儿子已经做下了错事 他不想失去一个儿子之后 另一个还要去坐牢 他以自己年龄以大为由 劝说大儿子 让他一个人来把事情扛起来 没想到大儿子 却没有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来说 最后被法医看出了漏洞 至于大儿子 为什么最后改口说了实话 他自己说呀 是当发现自己压死了弟弟 父亲又来保护自己 那一刻 他突然意识到 全家人为了钱财这种身外之物 竟然都到了现在这个不可收拾的境地 真是错的不能再错了 那一刻的幡然悔悟 让他决定要自己来承担自己犯下的错误 做完这起哥哥开车压死弟弟的案子 我又回想起了前一晚那个杀掉丈夫的妻子 人这一死啊 很多的人情冷暖 也就都出来了 我又给你打扎了 感谢观看